请三哥到正厅用茶 不不 这儿就挺好 一行 不知三哥这么晚来有何规感 我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 得到了大大的实惠 我想向你借点东西 没什么大实惠 都是小的 我不借你大大的 我就借你一样小小的东西 三哥尽管吩咐 我的就是你的 痛快 我要借你的脑袋 就是你吃饭的家伙 三哥在跟我开玩笑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 三哥 这当初可是我带着你砸开这叶家大门 帮着你打死的叶八皮 砸了他的响咬替你抽口恶气 让全神寨的兄弟们 有两年够吃够用的财物和食物 不错 我也给了你一份分成 让你当了财主 这批账我们两清了 行 就算是两清了 但是咱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 又何况在道上护你 三哥你可不能黑吃黑啊 我他妈跟你就不是一个傻 明白了 千里奔波只为财 三哥 我的弟兄们的枪全归你 枪归我了 你再回去向日本人要 我给他看家护院 他怎么也得给我跟打果棍吧 薛启斌 你死到临头了还不明白 大当家的为什么要让你死吧 为什么 以我认贼作户 三哥 你看啊 您 不是官 也不是民 我给谁办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连你的祖宗都忘了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的祖宗是谁 因为我知道我姓什么 再说你怎么能知道我不杀日本人呢 少他们来这一套 你忽悠三岁小孩呢 好 三哥你就当我忽悠三岁的孩子 这个 就当忽悠 都怨我呀 当时是心死了 小五子 把泄气病的人都带走 好嘞 他还有劲儿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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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老三 你怎么样 怎么样 我姐 放心吧 好着呢 好着呢 老三 老三 行了 没事 他只是受刑过重 死不了 弟兄们 抬着他回布云山 上布云山 不上山你还能去哪儿啊 先生 怎么样 人家少奶奶跑得太紧了 这一路的颠簸呀 大人还好 那 那孩子呢 孩子怕是保不住了 还必须老三做消产啊 好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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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佩 бор科学姐 司律 床上端活了 看你伤那么重 没事儿姐 原来我挨打挨多了 这点伤算啥呀 多活动活动筋骨就好得快 怎么了 姐 好怕了 可是我什么都没想过 就想着要救我 你说你要是真给歇齐兵害了 可怎么办呢 姐呀 这干了保险队 动了枪了 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台上 不管怎么说 弟谢你救我 好 这又怎么了 怎么办 我想我天了 也不知师父的老人家怎么样了 这 雨珊 雨珊 凡事想开点啊 阿玛 我对不住您 好了好了好了 先把身体调养好 别的以后再说 我请邻居李婶 来帮我一块照顾你 我把你的药拿过来啊 你跑哪儿呢 你跑哪儿了 你跑哪儿了 没有啊 拿药 乔 你跑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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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下一条 你小子可真有夫妻 有啥夫妻 差点没让谢启斌给弄死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你小子 有女人缘的夫妻 啥女人缘 你 你师父的闺女 是不是因为救你 差点让谢启斌 那小子给糟糕了 还有叶玉山 叶玉山 那叶玉山挺着大肚子 上山来报信容易吗 那不也是为了救你 留着那一裤子鞋 孩子八成都保护了 算了 算了 不说这个了 兄弟 我要是能像你一样 有那么多女人惦记着 就是让人弄死我也知道 走 好好养着吧 我过去 林师大人 您好啊 小人在此恭候坐实了 是叶先生吧 正是小人 去做这面 多多关照 岂敢 岂敢 领事大人 您多关照 您多多关照 这位是互电艺朗 挺好 叶先生 请多关照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您关照我 您得多多关照 来来来 里边请 叶先生 叶先生 商业公益会协理 叶先生是您的什么 那是本家三叔 叶丽琪学友的朋友 和里边帝国的商人 有很多合作 堪称 总理青山合作的开幕 听叶丽琪学长 叶先生也有意 和里边同行多多合作 是啊 家夫去世以后 我就去家搬到了凤田 在致富衙门里 捐了个六瓶闲柴 同时也做些生物 这个天一摘 就是小人的产业 不过 那都是一些 小打小闹的事 这次 能通过三叔的引荐 把领事大人 请到B店来光临 实在是 三生有幸啊 叶先生哭气了 领事大人 我是真心地想同咱们大日门帝国合作呀 还请领事大人 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叶先生 一边继承 欢迎 欢迎 好 来 能为在领事大人的关照下 同大日门帝国合作 为终日清善服务 我敬二位大人一杯 林事大人 您同我三叔是朋友 按理 我也得叫您叔啊 叔 来 我再敬您一杯 叶先生 您和林事大人的年龄就差不多 这么穷国人 应该不合适吧 福田先生 您的中国话说得可是真好 要不仔细听 我根本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 叶先生你给我讲呢 福田先生 我有一个请求 我能跟您学习日本话吗 这样 我不就能更好的 为大日本帝国服务了吗 明白了 这是没有问题 可以的意思 好 好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福田老师 来来来 我再敬您一杯 林事大人 福田老师 以后 有什么地方能用得着小人 请尽快吩咐 小人 院校全马之劳 大日本帝国 正在足迹出错良响 这个时期 叶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 没问题呀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 小人的老家 在辽南的亮甲镇 现任的无品之中 齐养姓齐大人 那同家父可是世交啊 我去找他 这点小事 他一定能帮得上忙 好 这件事情 就交给小人吧 那先谢谢叶先生吧 改天 请您带福田一起去 白货一下七大人 李氏大人 您先别说谢 说谢您就折杀小人了 能为大人的帝国孝老 应该的 应该的 齐叔 好 咱们的客人到了 齐叔 齐叔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日本朋友 福田先生 这位是齐大人 幸会 幸会 请 请坐 上场 着 好 晓玲 你请福田医生过来 有何指教 福田先生这次来 主要就是为一件事情 他是想借助齐叔 在民间的威望 发动广大乡民 踊跃捐粮酬享 来辅助黄军 这件事还请七叔 务必帮忙啊 这件事情啊 官府出面好像不太合适 如果是请一下社会贤达 乡山民事出面 那就合适了 定会起得奇笑的 季大人 您心里有这样的人选吗 亮甲镇有位德高望重的组长 堪当此人 谁啊 索庆慧 秀才公 如果由他出面 给老百姓说句话 那福田先生的事情 就好办多了 叶桑 请帮我们找他 嗨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是想把你女儿 一身借过来 你看他就是不可能 这不怪我呀 不怪我呀 不怪我 你少花眼瞧 口是心非了 我不会相信你 也不会再让你伤害我的女儿 你等着查明白 我 不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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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that 不必上 不必上 你可能不得了 我不用怕 不用怕 你死有追 你死有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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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玉珊 跟他娘 要找我去给他们偿命啊 尝什么命啊 玉珊又没死 玉珊没死 她一个小丫头 没家 没娘 不死也得被人饭子卖到窑子里受罪 妈 我跟您说 她现在过得好好的 您说您这操的是哪门子心 她在哪儿 快跟我说说 亮甲镇 秀才工索性会儿家 她现在嫁给了秀才工的儿子 所知意 还有了个孩子 过得好之呢 您就甭跟着瞎操心了 谢天谢地 你怎么不派人 去把他给我接回来 叫他到家里多住些日子 我好好向他陪陪不是 我对不起他们娘俩 妈 她恨我们您不知道吗 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那你就求求她妈 你就跟她说 都是大妈的不是 把她接回来 就是想好好地补偿补偿她 让我去求她 我不去 你要想让我早死 你要想让我早死 行 那你就不去 行行行行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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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呀 现在 不 你用得了那么着急吗 我能不急吗 二太太老来找我 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啊 过两天行不行 正好我有公事 要去亮甲镇 好 过两天就过两天 两天以后 你要不把玉珊接回来 我 我就死给你看 妈 您看您都说了些什么呀 您真是 我的老娘 您放心 我一定把她给您找回来 好不好 福田老师 您先在这儿等她 我先进去探探她的点 秀才工 谁呀 没事 开门去 秀才工 秀才工 您不认识我了 你是叶家大少爷 叶清麟吧 正是晚辈清麟啊 秀才工 您家来客人了 我就先回去了 那你先回去吧 秀才工 我家妹子玉珊 还嫁给了你家公子索之翊 说起来 咱们两家还是庆家 我还知道 你们家索之翊去了日本了 那咱们更是一家人了 我现在正在为日本人 服务 咱们可是亲上加亲的 刚从凤天回来 对 那你今天到我这个破院子里来 干什么呀 秀才工 您客气了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您呢 看我这糟老头子干什么 好 秀才工 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出山 出山 对 您德高望重 这件事非您不可 你让我做什么呀 我在为日本人做事 太后都得听我的 现任的五品之中 齐养姓齐大人 那可是我的好朋友啊 您要是肯合作的话 您的光景可比现在得高上好几级呀 秀才工 日本人讲礼貌懂回报 您要是肯按照他们说的本 号召广大乡民捐良愁享 那您可算就是找到靠山了 大日本帝国靠山 说起来 也不是什么脏活的一会儿 就是出来说几句好话 站几次场子 做点表面文章 您看怎么样啊 叶大少爷 不是我不答应 实在是我年迈至于呀 我难当此住任 我要是干这个 他当不事 叶大少爷 您还是另起高临吧 秀才工 您可不能博我的面子呀 我都在日本人那儿打了包票了 您要是不去 我可是会做辣的 恕男从命呀 左老头 别不识抬举啊 甲午海战的时候 你可是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 他们什么玩意儿 你比我清楚 你要是开罪了他们 你吃不了逗着走 实际的话 现在跟我走一趟 晚饭他们做东 好吃好喝伺候着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 叶清零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妹子 正好 我妈说 让你回奉田住几天 嫁了人之后 还没回过门呢 赶紧回屋收拾收拾东西 我爹妈早就枉固了 分从此得你懂不懂 有父从父 无父从兄 我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跟叶贾早就断了 再说 你也不是我哥 是吗 好 我先不跟你啰嗦 等有功夫我再收拾你 秀才公 您是德高望重的士绅 为皇军酬错粮食的事 就非您莫属了 对不起 你还知道我在量甲镇德高望重 我要是替日本人抢夺他们的粮食 那岂不是我晚节不保了吗 索清欢 叶大少爷 我也奉劝你一句 日本人和俄国人 为了争夺我国的领土 而进行的不义之战 中国政府保持中立 那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了 要是再为他们办事 那更是狗屁不如 也最好不要做那种 挽人唾骂的丑事 好话我已经说尽了 我再说一遍 别给脸不要脸 废的精酒不是吃罚酒是吧 你会倒霉的 别忘了 十年前你可是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 对 我还打过入侵中国的小日本呢 好 你有种 保不了你了 好 好 好 停 去吧海道 索清欢 千兄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 最后再为你一次 答应 还是不答应 我也再告诉你们最后一次 恕难从命 妈 孩子 把孩子还给我 来回事 不 福田老师 福田老师 叶大人 这现场您都看到了 杀死谢启彬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唐子役 此人非常狡猾 非常危险 把伙同巨匪杜三枪 里应外合 消灭了黑山保险队 杀死了队长谢齐 老王头 知道唐子役是从哪儿来的吗 他那没说 我呢 也没敢问 这个唐子役 竟然又死而复生啊 叶大人 您的意思是 唐子役本来就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原以为他已经伏法了 没想到他又冒出来了 竟然再次勾结土匪杜三枪 行凶杀人 袁大人 你应该立刻张网通缉 捉拿要犯唐子役 是是 可是 听说这个唐子役 已经上不云山入火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捉拿他还真是有点困难 袁大人 你是不是 惧怕这个唐子役啊 不不不 卑职 马上去办 少爷 小姐 她怎么了 她在咱们来之前 刚刚钓了孩子 刚才可能又受了点刺激 这病情有所反复 我带她去找了郎中 人没什么大事 就是得调养一段时间 钓了孩子 别管她那么多 刘霞也是个野主 要不是我娘以死相逼 非让我把她接回奉天 我才不会留她这个祸回 来 你现在就把她送回奉天去 对 这少爷说得对啊 这街道奉天 那边的医术高明 咱们这儿的郎中 你还啰嗦什么呀 我刚才好像听说 唐子役他没死啊 是啊 本来我以为 上次在刘河边上 唐子役已经死在 我的乱枪之下 没想到 他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 不过 他既然上了布云山 那就让他在山上 待上一辈子了 他只要敢迈下布云山半步 他就活到头了 你别说 咱们家这个院子 还真可能是风水不好啊 少爷可能说得是 您看您搬到了奉天 就躲过了雪光之灾啊 这倒霉事都让炮头赶上了 他活该 上回就是他带着杜三强 砸了我们家的小瑶 这回他又死在我们家里头 老爱 你能不相信这是因我报应吗 我信他 我信他 是 我就觉得 老爷显灵了吧 大德家的 您找我 小伍子 你把这布告给他念一念 通缉令 通缉令 查量甲证人唐紫义 勾结辽南巨匪杜三强 残害黑山县保险队长谢启斌 唐紫义实属罪大恶极 有知其下落首告者赏银五十两 将其抓获送官者赏银两百两 妾妾此布 这上面盖的可是官府大印 你也算是唐紫义同伙吧 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不是 这个世道本来就颠倒黑白 顾仁义啊想开点吧 也不用管那个狗屁不告 也不用去跟他们讲道理 跟着我 用枪子跟他们说话 自己给自己讨公道 来来来 喝两碗酒 好好睡一觉 等你再醒的时候啊 就习惯了我的活法了 来呀 来 听我娘了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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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了 你说这他们是什么事的 泄起宾是保险队 咱倒成了土匪了 这条件黄河都洗不清了 紫义 你替我们带出来的十几个相亲 想想辙吧 要是洗不清就不洗了 要是洗不清就不洗了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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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 雨晨 雨晨 你不能走 这是你的家呀 孩子 我孩子在哪儿 雨晨 雨晨 你别急呀 你刚小转轮 身子入 孩子 我让老妈先替你带着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求您饶恕弟子的罪恶吧 求您不要再让二姨太的冤魂 回夜家作祟了 弟子每天都受恶梦的煎恶 昨天晚上 二姨太她又来给我托梦了 让我好好待她的女儿雨晨 可是雨晨她就不肯留险 求求您献献灵吧 把雨晨留下 求求您 好一吐吧 好一吐吧 好一吐 你答应留下来当柳子了 答应 你说你这个唐紫衣啊 当初我怎么留你 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这回有原因了 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非来二面试吗 好 我给你三十个人 算是给你垫个点 你能不能成气候 那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能耐了 我有条件 还有条件 啥条件 说吧 第一 当柳子的不是唐紫衣 叫鬼剑仇 鬼剑仇 好 这个名字想了啊 像个山带王 第二 请杜大当家的 把我何文镇和黑山那些弟兄拨给我 也行 人头熟了好做事 好答应 第三 我带着我的那些弟兄 下破云山 在何西一带自创地盘 你小子 想另立山头 杜大当家的 唐紫衣是你麾下的头领 请你不要忘记 大当家的不必猜忌 如果有不放心之处 就请二当家的监管 我们干的没笔买卖 七成我送上布鱼山 三成留下供养我的兄弟 钱财之时 由我二哥古人义 和二当家直接过手 好 我就相信你小子这一回 就这么定了 但是我也有一条 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折腾 不能坏了我的山柜 你 谢杜大当家的 阿嬷 阿嬷 余山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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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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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阿嬷 秀才公 少爷回来了 你就放心地走吧 丽莎 谢谢你们帮我发送了阿玛 大恩不言谢 将来我必定报答你 秀才公 德高望重 叶清凌强行嫁走了少奶奶和洪儒 都怪那个天杀的叶清凌 比他爹叶巴皮更没有人味 竟然做了日本人的狗腿子 你这儿 你呢 别再提叶清凌了 我不想听他的名字 我跟你说个事 你那拜靶子兄弟唐紫义没有死 他还活着 唐紫义活着 我知道 对了他回来了 我听说唐紫义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就和以前叶家大院那个炮头 结下了梁子 差一点被害死了 多亏了你们家玉山去给杜三枪送信 这才救了唐紫义一命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就是因为玉山找杜三枪跑得太急 才挑了孩子 你说什么 所以秀才公请我到你家去伺候少奶奶 谁知又出了这事 真是祸不单行啊 莉山儿 要是子义回来了 麻烦你告诉他 我去凤天了 你是去找少奶奶吗 凤天城大东门外 有个天意斋饭馆 就是他叶家开的 你只要找到天意斋大厅一下 就能知道叶家在凤天的私宅了 莉山儿 谢谢你 莉山啊 这冰糖银耳粥不合口味 这个王妈呀 笨手笨脚的 什么也干不好 你说 你想吃什么 说呀 星星月亮麻烦不到 只要用钱能买来的 我这就叫人去给你买去 我要回亮家镇 语山 语山 迷糊了吧 你身子不方便 有两三天没吃东西了 隔谁也架不住啊 语山啊 来 快 吃点银耳粥 放我回去 就算是我让你走 你这身子走得了吗